今天說 大家好 我們是 歡迎來到今天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言論 純熟 個人意見 但都絕對誠實 但如果講出什麼 我們五個還是很好 林育成 一定是林育成 自戀應該是我自己 林育成好像還好 他是滿自我的 我已經學不出來了 算了 林育成啦 有時候可能自己在弄妝髮 他就會走過來 然後弄一下 好帥喔 然後或者是我們在試衣服的時候 試出來 我好帥喔 又自我又自戀 對啊 滿帥的 你就是最帥 當然 表面上我不會跟大家說什麼 我覺得我自己是最可愛 其實我可能不會講出如此類的話 但是我在私底下 跟姐姐們 或是哥哥們開玩笑說 我滿自戀的 我覺得是我自己耶 哥們可能就十分鐘起床 嘘嘘嘘動動就好 但是我是那種 我要提前一個小時起床 然後會起來滾臉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自戀其實五個人都有得評 真的 四個都滿愛打扮的 林育成跟吳成有得評 最愛打扮是吳成恩 打扮是吳成恩 打扮是吳成恩耶 有時候就是來個皮褲啊 皮外套 這邊撿來撿去 然後掛來掛去 他們是願意把錢 全部砸在這上面的人 像我就是一定砸在食物上面 就是我覺得是育成 我怎麼也覺得是林育成 應該是我吧 我滿不怕醜的 林育成跟徐傑銘 我好像突然想到 《完全娛樂》那一集 育成嘴巴咬著螃蟹那個 真是有夠醜的 他們兩個真的是 沒有在管是臉上會被掌周紋的 哪裡最醜 他就玩哪裡最醜的那種 哇 偷偷爆料 去年的生日 我們有進行一個比賽 就是 誰能一口把那個杯子蛋糕 塞進去嘴巴 誰就贏 我後來檢查照片 林育成最醜 官色蠻笨的 重新想一下好了 傑銘 我覺得是我耶 因為我蠻不會察言官色的 就是我就這樣活 然後被罵就被罵 比較天真一點 他不會想太多 所以這個笨也不是什麼壞事 笨是好多傑銘 有時候 生活 常識上面最笨的是陳柏安 陳柏安 好啦我承認也是我 會讓我嚇到的笨 就是他會講出一些 我覺得是個常識的東西 但他可能卻不知道 最基本的什麼冰箱門要關啊 然後微波爐的東西要打開來啊 雖然我都很有耐心的跟他解說 但我心裡其實在罵他 他就是個笨蛋 沒辦法 他太多事情沒有體驗過了 但是我又有點懷疑說 18歲怎麼會沒有體驗過這些東西 例如冰箱要不要關這些事情 唉 大家都聽過我嗎 我就是闖了非常多的禍 我承認好不好 我很笨 我真的很笨 但是也怪不得可愛 我覺得是松缺 我很想選自己 但是我有點熊下去 認真講 哲偉的 刻意的真的還不錯 然後他的行為就很笨 林育成 是我們團最會參與觀色的人 升聖技能點滿的 我覺得是育成耶 可是他講的話是讓我真的覺得 很有道理 他講出來的東西 就會讓我幸福他 博安啦 心思細膩嘛 比較容易去想一些 小聰明 我不承認了 我不承認了 喔 絕對是董哲偉 一定是董哲偉 許潔明 許潔明吧 因為董哲偉 他需要愛 他會覺得那邊有愛我就過去 但當那邊有愛他也會跑過去 但當那邊有愛他也會跑過去 我們在定裝的時候 他可能其實有他自己心理的想法 就說 欸 我覺得我這樣穿起來好像蠻可愛很帥 但可能 我們講一句 就小小講一句喔 他就會這樣 好吧 那我還是換好了 他就這樣 你隨便講一講他都可以 腦波弱的那種人 假設我跟他講衣服這樣亮比較容易亮乾 然後他認同 然後下一秒之後 另外一個人跟他講說 這樣子亮才對 然後他就會被說服了 然後他就會忘記我前面講的一堆大道理 你要吃什麼 阿 你要吃什麼 火鍋 阿 講什麼阿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說服過去 除非他有自己的 點的時候 他音樂方面他就是非常有自己的點 無承恩吧 盲目之大 我覺得傑銘耶 陳柏安 跟許傑銘 後來我投我自己 食物的話陳柏安 跟我 我們兩個就是看到好吃的就想吃 沒事我絕對抵擋不了 我願意一生相熟的吃 陳柏安是看到吃的 許傑銘沒看到甜食 他眼睛會離開 這件事情我們好像念過陳柏安很多次 他有在改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 專注於插單他把事情做好了 也行沒關係 他應該是我吧 我會容易分析 譬如說有時候在開火 在講別人的事情 但是跟最後覺得 你覺得不重要 然後最後去決定一件事情 後來我還是會愛聽 然後因為很喜歡他的遊戲 董哲文 工作要討論東西的時候就會 請他提出什麼 然後就 沒聽到 我覺得反而不是董哲文 毫不疑問是許傑銘 所以分析你是許傑銘啊 我覺得是許傑銘 我覺得他耳朵太明了 就是他可能在氣想一點點 然後突然旁邊一句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我要吃什麼 他就會爆料了 他可能經不起手機的誘惑 他就跑過去看一下手機 他可能經不起下課的誘惑 他一看到下課時間 就想要下課 陳柏安 跟吳承恩 最愛自拍吳承恩 每到一個點 他就會 首當其中的先拿下來拍照 痛不痛 他就拿著手機然後再拍 然後陳柏安是很常拿別人的手機自拍 選傑銘好了 很有自信 這個是什麼意思 很棒 我會頒給許傑銘 然後董哲文也是有 但是董哲的律性太太強了 真的是許傑銘 他真的幾乎每隔幾天就會發一次 他真的非常失戀 就是 好帥喔 他就開始弄幹嘛 董哲文 董哲文 崇弟抱歉 董哲文 這個應該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是誰了吧 就是董哲文 這個也是毋庸置疑 就是到哪個東西都丟了 冒失鬼這部分 上次超好笑 上次看到他在宿舍跑步 我們宿舍就那麼點大 他在裡面給我跑起來 什麼東西都會忘 口罩 口罩不見 你每次口罩都給我不見 董哲文 你以後口罩給我好好收好 不管是口罩還是硬碟 還是手機什麼東西 鑰匙以後 公公的狗收好 那一層面 哪一層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五個好像都是 都不是放羊的小孩子 這不 因為我也常發現他就是 就是有一件事情做 然後他說不是我 然後結果後來回想說 啊是我耶怎麼辦 傑銘 他有時候他講的事情是 他可能認為他當初想的那個 可是當這件事情他有變動 他沒有接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在說出來的時候 感覺他很像在說謊 但其實他沒有 因為他真心以為是那個樣子 可是他只是記錯了 對 有嗎 有嗎 沒有吧 我覺得我們團沒有愛說謊的人 但是會有想要找藉口的人 不會想要搬給公司 再講下去要血流成河了 抖罪爆體重算嗎 他才把零去掉 零頭去掉 我不知道算不算說謊的一種 我覺得算了 沒有人 沒有人 但是我啊 我們搬給不關你了 嗯 誰給你 我覺得MVD他們四個啊 但我熱情比較像一點 他差點幽默一點 跟我比較像 草架講開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我剛喜歡的東西 我只是個性都蠻像的 我覺得五個都可以再更好 結果我們這樣專輯也要表達了 其實真的沒有人是完美的 就希望我們很酷 我才會走在一起